剛剛您同事也說 幹嘛對我們那麼兇 然後你竟然當著我們的面 說因為我們先兇 是他 我是在跟他講話 面對消費者 影城員工連忙解釋 是自己和同事的對話 導致顧客誤會 你們系統嚴重的問題 然後造成我們 很大的一個擔心 我看電影 然後我覺得我背兇 你又說先兇 因為那個 我剛剛是跟我同事講話 我自己也自己知道 是自己做錯 是不想抱歉 眼見消費者氣氛難平 只好連聲道歉 情侶檔到影城看電影 定沒看到 還受一肚子氣 8月時候晚間10點多 投訴人在影城網路訂票成功 卻忘了記下去後 隔天領票時 儘管出示信用卡 以及網頁訂票記錄 卻因為系統出問題 顯示不出序後 導致沒票可領 你也可以講出我們訂的位置 然後也確定我們有消費這一筆 那只是因為沒有序號 為什麼不能先給我們票 然後他就回我們說 我沒有辦法確定這個票是你訂的 由於員工堅持必須要有序後 才能領票雖然掃興 但也覺得算了 另一名員工見狀 對受理的員工表示 幹嘛這麼兇 想不到對方卻回應欠兇 哪三個字 讓他們人無可忍 然後那店員就當著我面前 就講說欠兇 然後我聽了以後我就傻了 我心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在那邊大鬧的話 你這樣講就算了 可是我們今天都是耐心的在等你 然後也沒有怎麼樣 對此影城表示 讓消費者感到不愉快 深感抱歉 但堅持要有序號 不能以信用卡卡後來取票 是因為後端驗證系統 無法得知中間六碼 怕被冒用身份來取票 其他影城則是透過網路訂票 現場付費避免糾紛 提醒消費者網路訂票成功後 最好自己先記錄下來 免得系統出包影響自身權益 記者謝文翔 謝偉宜 台北報導